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抽丝剥茧找原因 让我们真正看一看 其实大家不要把成功两个字想得那么复杂 更不要把它想得那么难 其实在我们人生职场当中 只要我们能够快乐 我们能够健康 成功在每个人的心中定义是不一样的 有人问过我说 李强老师 什么是你的成功 我说当我做完一场演讲 没有辜负所有的听众 他们满意了 我想这就是此时此刻 我最大的成功 当第二天我的眼睛睁开 能看到太阳升起 这就是我今天的开始 我成功的又过了一天 谢谢 一个人到了自我反思的时候 将步入一个伟大的起点 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在职场上 我们不开心 为什么在职场上 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众多的挫折 所以我说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 今天人的一生在职场当中 之所以毕生努力 没有结果 可能 这个行业和领域 根本就不适合他 有人问我说 李强老师 有一位老师跟我说 只要你认准了目标 坚持不懈 只要你不懈努力 你比他更加付出 你就一定能成功 各位对吗 对 首先我要跟各位说 这里面有非常大的误导参数 第一 我想请问各位 我们都很喜欢的 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就是姚明 大家都很喜欢他 他走到了 这个世界各地 代表着中国人 他成功了吗 在我们正常人眼里 我们必须承认他成功了 可是 你比他更刻苦 你比他更浓励 你同样是他的教练教你 你永远赶不上他 因为 他本身的身高就是2米26 而你才1米66 不是你不努力 是先天不足 我经常幽默地说 让我们刘翔先生和姚明先生 换一下工作岗位 你就会发现 他们都不会有好的成绩 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 所以今天 我们一定要很清晰地知道 我会干什么 什么叫痛苦 那就是 会干的 不想干 想干的 不会干 这就是痛苦 虽然在干 却干不了 这就是难过和失败 正如李强老师所言 职场当中的痛苦与失败 无外乎 会干的不想干 想干的不会干 那么 一个人 如何才能定位准确 清晰地知道 最适合干什么工作呢 所以我经常说 一个人一定要学会自我评估 在这里我教给大家一种自我评估的方法 非常简单 回去以后 把你的名字 出生年月日写下来 把你的学历 专业 爱好写下来 把你为人 出世 性格 特长写下来 然后从一到十 给自己打分 你还可以再写一份 让你的朋友帮你打分 甚至于找两个朋友帮你打分 你会发现 你分数最低的 就是你的弱项 分数最高的 就是你的长项 让你的长项 去做事 相对 要比用你的弱项去做事 成功率的几率 要高得多 就像一个原本 就口吃的人 让他去做新闻发言人 一定很难 一个原本贱人就很恐惧的人 你让他去做公众演讲 一定不会有好效果 所以今天 我们要通过自我评估 来评估一下 我们自己 有人跟我开玩笑 说李强老师 我听说 美国有一种仪器 测智商 说如果这个人呢 一去测智商很高 就去未来竞选总统 这个去做科学家 这个去做CEO 说一要错 这个智商很低 就是去开农场 去做不动脑筋的事情 甚至于 去种田 说中国不行 没有测的地方 可能我原来 我未来可能是一个 CEO 这样的角色 或者我未来可能是个科学家 可是突然我今天定位 是在那里种田 这辈子糟劲了 可是我的智商本来就该种田 我想当CEO挪了这么多年力 连主管都没提上去 有这事吗 我说不能说没有 但也不确定 不过我倒是 有一个测试的方法 相对也算是比较准确 如果大家有意 我们不妨试一试 有意向吗 有 呼声不响 有 还不够热烈 谢谢 其实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一个词叫 神经语言学 所谓神经语言学 就是人的神经 和人的肢体是成正笔的 比如说 我们看到 这个有的老师 往这里一站 口吐莲花 道挂长江 滔滔不绝 出口成章 可见 此人智慧非同一般 智商不能说高 但绝不能说低 可以这样说吧 可以 那比如说 这个老师往这一站 你是吗 先生们 大家好 今天 我给大家上堂课了 大家在底子怎么说 弱智 为什么 他反应超级迟钝 所以说 人的反应额 是跟他的智商往往成正比 所以我测试的方法非常简单 来现在请我们所有的同学们 我们试一下 很有意思 来把手里东西全部放下 太棒了 把两只手拿出来 放在一个最佳位置 这个位置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你能够用最快的速度 使两只手在一起创击 听到了吗 当我说开始的时候 各位听清楚 当我说开始的时候 你就往一起创 创的时候自己数着 在心里数就好了 如果 在 五秒钟之内 你的创击能超过 三十次 你很正常 超过六十次 你属于超智商的人 如果 只在十次左右 最好不要告诉别人 据说 这种情况很容易丢钱包 如果 还有一种情况 我一说开始 两只手碰不到一起 不要再看它了 它会 自尊心 受到伤害 这完全属于 这个大脑精神分裂 听懂我意思了吗 如果你没有自信 最好就不要伸手了 面子难看 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我喊一二三开始 一二三开始 快 快 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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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停 这位杜绝 你拍了多少次 六十二次 哇 你属于超智商 你完全可以考虑 再去读研 这位同学 你拍了多少次 九十一次 六十一次 六十一次 基本上 我可以向你们董事长建议 你做副董事长 问题不大 有没有三十次以下的 没有 是吧 好吧 我现在正宣布 我现在正宗宣布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所有的朋友们 在此 李强要向公众宣布 此时的 智商测试 纯属是一种娱乐行为 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但在娱乐的背后 我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怎么一涉及到你个人的事 你就这么玩命 我讲得满身大汗也没见你这么拼命的鼓掌 所以 只要你认识这个事情对你有帮助 你就会全力以赴 只要你认为这个事事不关己 你纯属就是敷衍一下 所以在这个游戏的背后 我想要告诉各位的一个道理 就是 亲爱的朋友们 只要是你的选择 只要是你会的 只要你全力以赴 效果就一定不一样 只要你认为 是在为你自己打拼职场 只要你认为 你是在为自己去工作 只要你认为 一切的事情都将是成为自己的资本 我相信你的成就 绝非比今天要优秀得多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会干的不想干 想干的不会干 这就是导致痛苦的根源 今天我们要明白 我们想干的是谁 我们能干的是谁 各位这里有一段话 请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更要念一下 与世的人一直想要 别人了解他 有世面的人 却在努力地了解自己 所以我们古人是伟大的 古人说 人贵在有 自信的责品 李强老师认为 会干的不想干 想干的不会干 那是因为不了解自己 看到这 我们不禁要问 一个身在职场的人 都需要了解自己 哪些方面呢 要了解自己的特长 要了解自己的能力 要了解自己的适合 比如说 比如说今天 你思维敏捷 反应速度非常快 而且 你有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更重要的是 你有非常深厚的文学功底 你就可以去试着 参加主持人大赛 比如说今天 你对任何一个事物 只要你研究他 你就从来不做到烦 只要你研究他 你完全可以做到 废情忘食 那李强老师告诉你 你完全今天 可以找一个 有兴趣的项目 不妨去研究 也许有一天 你真的会成为 世界瞩目的一位科学家 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 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说一句话 一个人要职称 一定要称职 为什么他不称职 实际上不是他不想称职 是因为他真的不太适合 我们确实要有时间 进去来做一下自我评估 我曾经有人问我 说李强老师 你演讲一下就做了14年 人们都说 一个行业做久了会很烦 你烦吗 我笑着跟他说 我不烦 因为我觉得他太适合我 我太爱他了 说你爱到什么程度 我说这么说吧 只要对社会有益 只要我时间允许 哪里需要 我都去演讲 我去过政府 去过大学 去过小学 甚至于去过监狱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历史 淘汰了我 没人再听我去演讲 我花钱雇人 继续要讲 他们说 怎么可能 我就笑着说一句话 朋友们喜欢唱歌的举手 来实话实说 太棒了 唱歌赠过钱的举手 唱歌花过钱的举手 OK 你喜欢唱歌花钱 俺就不能花钱演说吗 你是爱唱的 俺是爱说的 所以我是所以说的 比唱的还好听的 各位 在我讲这个玩笑的背后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要懂得 站在对方的角度 才会明白 别人为什么这样 就像今天 我如果说 你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 你一定跳起来跟我说 你才自以为是 实际上从字面分析 这句话难听吗 并不难听 我们只是惯性思维 把它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自己认为是的 自以为是 各位 当一位老师演讲 大家抱于热烈掌声的时候 证明这个老师讲的是对的 对吗 对 No 只能证明 你想的和他讲的 产生了共鸣 当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的时候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就要明白一个道理 喝采未必意味着是正确 说No 未必的就是错误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从结果上去分析 所以 一个人的一生当中 当你允许别人的不同观点存在的时候 你的心胸自然就快了 当人的一生当中 你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矛盾自然就少了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在这一点上 让我们都深深地明白一个道理 其实我们都很自以为是 当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观点的时候 请我们静下心来 让自己思考一下 谢谢 有人说 李强老师 你是成功学专家 我总是很谦虚地跟他说 我想纠正您 我不是 我喜欢思维创处学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要去思考 我不喜欢把人说的头大手小眼高手低 一张嘴 我是百万富翁 请你把袜子换双新的再说 一张嘴 我无所不能 请你拿出你的成果 在我一次演讲当中 有一位同学说 李强老师 我被您的演讲深深感染 我想问您 我也想做一位老师 我说那你 想讲什么 他说我想去讲亲子教育 我都需要注意什么 我说那我告诉你 你需要注意三个事情 第一 结婚 第二 生孩子 第三 把孩子养育成人 这个时候你再去讲 你一定是个优秀的老师 否则 你怎知 母子连心的那种痛 否则 你怎知道 当孩子离开母亲的视线 母亲心中 那种思念 我经常 跟所有的朋友说 如果你不是很了解 或者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请你不要给别人 过多的意见 因为 你可能会误导别人 因为 你所阐述的 只有理论 没有时间 理论和时间 是确确实实有距离的 就像今天 有人说 在任何的环境和企业当中 千万不要搞个人崇拜主义 而我却认为 在一个团队当中 首先 大家要懂得尊重领导 更需要了解领导 直至 佩服领导 在对待领导的态度方面 李强老师提出 在一个团队当中 成员们应当尊重领导 佩服领导 那么 这其中 又有什么样的 深藏含义呢 否则 核心从何而谈起 否则 凝聚力又从何而来呢 当子宫问他的老师孔子 他说 老师 我想做大事 请问 我需要做什么 老师说 需要三个事情 第一 强大的军队 第二 充足的粮草 第三 要有信仰 当弟子说 老师 如果三必去其一呢 老师说 那就去掉军队 学生说 老师 没有军队 很危险啊 老师说 只要有粮草 只要有信仰 我们可以全民结明 那学生又说 老师 如果三必去其二呢 老师说 那就去掉粮草 学生说 老师 没有粮草 人会死掉 老师说 如果没有信仰 活着和死了 又有什么区别呢 请问 信仰是从何而来 信仰 是想法 是欣赏 是理想 是信念 最终把信念 理想 都变成人生 毕生的追求的时候 他 就是信仰 所以今天 我们有人说 领导 你为什么不提拔我 有三个好朋友 大学毕业以后 有一个人 去创办了一家公司 于是把两位同学 请到了自己的企业 时间过得很快 很快 半年以后 其中一个同学 被提成了经理 又过一年 这个同学被提成了总组 而另一个同学 一直在一线 转眼三年过去了 一线的同学 越想越窝火 越想越觉得自己委屈 于是有一天 喝了两杯酒 就去找 老板 咚咚咚一窍门 董事长说请进 进来一看 哇老同学 这个时候他说 你还知道我是你老同学 是啊 那我问你 你我他 咱们三个是不是好朋友 是 是不是同学 是 那我问你 为什么今天他都做总组了 我还在一线 这个时候 同学董事长笑笑说 啊对啊 是啊 为什么你还在一线 有道理 这样吧 天气热了 我想给咱们的员工啊 餐桌上加点水果 你去买一车水果回来 好 同学走了 半个小时以后 打回了电话 呃 老板接电话 这里水果有国产的 有进口的 请问是买国产的 还是买进口的 老板说 你说呢 我不知道 我知道还问你吗 对 买国产就好了 光 不到一分钟 有苹果 有梨子 有西瓜 有桃子 请问我们买什么呀 老板说 还是苹果放的时间长一点 咚 老板啊 买大的买小的 还是买不大不小的 给员工吃嘛 不大不小就好了 咚 老板啊 这里梨子剪下 要不带几个样品给你啊 老板说 可以 咚 老板啊 是你拍车 还是我租车呀 老板说 你先回来吧 同学回来了 这个时候 助理同学也来了 老板笑着说 你去 到市场买车水果回来 天热了 给员工餐桌上 加个水果 这个同学也走了 半个小时以后 打不了电话 老板 这里水果有国产的进口的 我想给员工 国产就可以了 水果的种类很多 但是相对放的时间长 还是苹果 所以我觉得苹果可以 苹果有大的有小的 但是我想给员工吃 我们买不大不小的就好了 然后 如果您觉得可以 我马上租车拉回去 另外梨子减价 我想带点样品 给您看看 好吗 老板说OK 电话亮了 半个小时以后 一车水果拉回来 然后这个时候 老板拍拍 找他来 造反的同学肩膀说 知道为什么不提你吗 因为你是帮我制造问题的 知道为什么让他当吗 因为他是帮我解决问题的 OK 所以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 在职场当中请你记住 永远只需要你的上司 说yes和no的时候 你是一个最棒的职业经理 如果什么事都需要 他告诉你的时候 有你没你 换谁都可以 OK 所以这就是我经常说的 你干得怎么样 请把一句话记起来 努力做事 只能把事做对 用心做事 才能把事做好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这一讲 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 身在职场当中 首先要对自我 有一个正确的评估 清晰地知道 自己最适合干什么 才不会招致痛苦与失败 那么 要想把事情做好 得到企业的承认 还需要具备 哪些优良品质呢 敬请关注下集 续带的后果